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晚上10點 豬仔送了錶迷走 就有空檔時間 介紹今天第四隻的推介 提前介紹了一隻Spinica 即時秒殺 有錶迷很快手 他不介意有刮痕 即時秒殺 鏡頭前面這隻 也是一隻性價比值很高的手錶 在今天第四隻推介 這隻是CASIO的Moonface 提到Moonface 給豬仔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如果是Moonface 月上的手錶 實際用途不多 裝飾為主 但通常有Moonface的手錶都比較貴 CASIO就打破了 豬仔對這個認知 對Moonface月上的認知 鏡頭前面有三隻顏色 左邊的藍色 白色和黑色 先放下藍色 我自己覺得比較容易配搭 白色配搭了兩個銀色圈 其實最出的是白色 黑色是給人一種沉穩 神秘感 高檔感的感覺 先放下黑色 豬仔拿不到這麼多 鏡頭前面這隻 就是一隻CASIO的月上錶 我們叫做Moonface 這個錶 其實豬仔上年都介紹過給錶迷 亦都很受錶迷的歡迎 如果你還未擁有一隻月上錶的錶迷 可以考慮一下這隻CASIO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月上錶 如果你有月上錶 或者你沒有月上錶 你又知不知道月上錶 究竟是多久 再巡迷一次 提到月上錶 就是一個笑話 就是曾經我買過一隻 東方星的月上錶 給了一個錶迷 他拿完之後 回到家很緊張 就打電話給豬仔 就說 豬仔豬仔 為什麼我回去發現 那隻月上錶 那個月上不會動 我壞 那隻錶 你可不可以換給我 然後我說 等一會 你可以拿回來 你今天拿回來 明天拿回來 拿回來的時候 原來發現了 原來是錶迷不適用 為什麼呢 他以為是新靈夢 日月上和月上 是兩樣東西 新靈夢和Moon Phase 也是兩樣東西 Moon Phase 就是月上 是29點5日 才循環一次 其實就是 和日月上不同 日月上就是 早上見到AM 晚上見到PM 而月上 29點5日 巡環一次 就是有這個 滿月 就是我們看到 中間整個月亮 就是滿月 凝月 這個就是月上 不同的 在中國歷法裏面 就是有這個 月上之分 好了 白面這次 就撞了藍色的字 藍色的字 做了一個阿拉伯字 這個藍字 就是做了這個 齊字 十二 十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圍繞著這個黑度 作為 用了一個阿拉伯數目字 那白面呢 我自己呢 就在三隻顏色裡面 我比較喜歡 一來白狀藍色呢 就是一個 比較 怎麼說呢 比較 受歡迎的一個顏色的配搭 在手錶裡面 都在手錶裡面 都是一個 perfect match的顏色 高檔設的顏色 這樣 撞了藍色的秒針 還有呢 白狀藍色的白底 就是 它用了銀色的兩個眼仔 分別就是 一個日曆的眼仔 和一個星期的眼仔 星期眼仔 就是九點位置 日曆的眼睛 三點位置 白狀銀色 就不是同一個色調 它就是兩個色調 還有白面 比較清晰而看 月相就放在六點位置 你看到寫著 Water Resist 50m 50米的防水 錶關位置就放在三點位置 配備了一個 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那 錶關就做了一個 拉推罐 因為是50m的防水 圍邊的位置 都有些細的黑度 你看到整個錶裡面 都有細的黑度 那錶腳位置 軟玻璃邊位置 就做了不受降光線的錶圈 微微向外傾斜的 而錶腳位置做了拉絲花紋 有一個零角切角的 斜斜的 斜斜了下來 那錶就沒有做耳蓋 但是完全不凹凸的 因為沒有做耳蓋 通常會很大條縫 但這個就沒有 平腳設計 但設計就沒有很大條縫位 所以我覺得戴上去 機貼手 而美觀程度 也可以 我也可以接受 好了 那錶帶方面 做了一條鋼片帶 兩旁拉絲 算是偏了光線 那好了 那我看看這個黑色 那黑色呢 就是兩個這個 眼仔都是黑色 那我剛才說過了 黑色呢 就配搭了這個 銀色的秒針 和這個銀色的字體 那也是齊字 那整個錶的外形是一樣的 機心也是一樣的 那我採用了這個石英的機心 那配備了這個SR621SW的電池 那基本上呢 用到三至四年的 那電池 用到三至四年的 每月時間標準不差值方面 正負二十秒 即是一天說的是少於一秒鐘的不差 非常之準確的 好了 那錶購位置 剛才錶帶說過了 錶購位置呢 要談一下了 為什麼呢 雖然它有保險制的標求 平價的CASIO 通常都是做拉器的 就沒有保險制 但是雖然它有保險制 但是它只有一粒微調位 較為少一些 如果多一粒微調位 就更加厚了 那有一個CASIO的Logo 在這裡 那我按鍵打開 做了噴沙的薄橋 那我講一講薄橋 其實做光身薄橋 和噴沙薄橋 我寧願選噴沙薄橋 那因為呢 噴沙呢 就遮了那些豆皮 遮了那些豆皮 那錶底方面呢 就做了一個陷入式的底蓋 那上面寫著了 Japan Movement 日本基深 Case in China 那中國組裝 日本基深 那Water Resist 五個巴的防水 Stinger Steel 不鏽鋼 好了 全不鏽鋼的外殼 那這個是黑色的標盤 黑色狀銀色都挺漂亮的 那如果首選我會選白狀藍 那看自己多不多白色標盤 那如果多白色標盤的話 你又喜歡黑色的 其實黑色都不錯 我自己覺得 反而藍色就難配搭些 藍色雖然是鮮 顏色的配搭 雖然是特別 但也難配搭一些 這個藍色的標盤 好 那這個標的總重量 只是84克 84克 很輕身的 那我試一下磅一磅 給大家看看準不準確 看看它是否84克 那好 那先磅一下重量 那磅出來是109克 不知為何會寫84g 那個官網是搞錯還是什麼 109g 差不多180g 至於 Buildic方面我們看看 Buildic先拿起了 有停秒功能 我們試試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時分針也有夜光 這個眼睛 不是用藍色 它做了黑色的眼睛 對比比較強 還有左右兩隻眼睛很平衡 中間做了 Moonface 踢起了標關 有停秒功能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向上轉動 踢起半格 看看它有什麼 半格向下轉動教日力 看到日力 指針3點位置 小圈在動 向上轉動教什麼 教越上 星期指針要怎樣調教呢 星期指針要轉圈 教時間轉圈來教星期指針 但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因為教了第一次之後 基本上星期都不需要教 標只要不停 因為是石英標 只要你有電不停的話 一年52週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了 這個標的夜光方面 只有10分針 還有Casa的夜光 都被認定了為 比較弱一點 我也認同比較弱一點 不過 就這麼說 它的性格比息很高 真的挑剔不了 好 另外我們看看 它旁邊圍邊的位置 黑道影都是做了黑色的 配合兩隻眼仔 是藍色的 好 戴上豬仔14.8星的手腕 這個標很貼手 剛才我說過 雖然做了平腳 但是很貼手 挺漂亮的 硬線條 硬角的線條 線條處理 有點像prx 這個角位 標勁方面就是40m的標勁 我量一下是不是 看看是不是40m的標勁 我量出來40m的標勁 厚度方面 9.4mm的厚度 脫脫脫 就去到46 試一下 戴上豬仔14.8星的手腕 戴上去是藍色的 這個是藍色的 其實都挺漂亮的 不過如果真的要取捨 我第一個會選白色 第二個會選黑色 我試一下戴上白色給大家看 白色撞藍針 很高檔 清晰異體 這個白面 然後 第三隻 黑面上場 黑面 其實買日本標 現在是一個好時候 日圓價又便宜 課源充足 真的很划算 例如 Moonface 平時有Moonface 雖然Moonface不是太重要 Moonface一定是買石英標 還有買光動能標 比較好 因為你調適了月上 初一15的時候 把元量放在正中間 29.5天就只要循環一次 但如果你想想 如果是機械標的話 月上就會停了 因為你放下機械 機械就停了 月上就停了 29.5天就不會循環 所以呢 月上標買光動能 或者買石英標會比較好 好了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CASIO的月上 Moonface 有黑色 白色 藍色 還有藍色 好了 豬仔推介 各有三隻現貨 我各有三隻現貨 黑色 白色 藍色 各有三隻現貨 好了 480元 480元 外面大概有看過 賣到 400多元也有 到600多 800元也有 都是一些知名的店 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就聽清楚了 豬仔推介 超信價 480元 一隻CASIO月上 那麼豬仔 就光顧豬仔買CASIO的手錶 我們有原裝盒 說明書 保養證 不要再問豬仔 為什麼每天都有人問我 為什麼你買那些有盒 我在外面買沒有盒 人家沒有盒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豬仔買 就有標盒 有CASIO的標盒 有說明書 有保養證 做回一年報給大家 480元一隻 480元一隻 原裝行貨 希望你喜歡這隻 CASIO Moonface的推介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給個讚 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個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 訂閱 齊字面 再加上月上 我相信你 如果不是有CASIO的話 你未必有 你可以積本 看看你的手錶珍藏 看看有沒有 齊字面的 加上月上的 不是 Sunny Moonface 而是月上的 一隻手錶 好了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個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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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